有一好 没两好 有快乐就有悲伤 尝过百味的日子 体验人生大小事 你现在收听的是 求知不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求知不得 那些我听歌的朋友们 寻心计划又来了 不要再说工程师很好赚 但是我今天呢 就是很离奇的是 因为听歌的朋友里面有 很多都是工程师 工程师分很多种 我记得好像在那个 2020年10月22号的 那个装小球BoboRock的社群 就是社团有了贴文 然后大家就是有讲自己 是比例最高的职业 然后没想到 竟然依序是老师 资讯业的工程师跟社工 所以很有趣的 今天就是可以邀请 三个资讯工程的 资讯工程的 资讯科技的工程师 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们的生命经验跟故事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依序欢迎 我们先从Roy 嗨 嗨 大家好 我是Roy 为什么那个嗨的时候会有一种 呃 Terry 哈啰 我是Terry Alex 哈啰 我是Alice 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都差点要唱 Do you want the viewers 然后他们现在三个很紧张 他们一来的时候 我就说你们是不是有点后悔 就是要来录音 因为他们 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们很贴心 就想说 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访问工程师 然后 Zoey就问我说 诶 那我们刚好已经抽到三个工程师了 我们就是 也会自己写访纲 我们可以来帮你录一集 我说太好了 然后我就等待他们的访纲的时候 看到访纲的时候 我有点吓一大跳 因为其中还有一个人就说 嗯 我最近 好像不太方便 透露我的公司的名字 他说 诶 可是我这个 这个Podcast 就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 回馈回到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有成就 我想说今天就是 让他们也可以来体验一下Podcast 在录Podcast之前呢 他们就问了我一个 我觉得很离奇的问题 那个离奇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唱歌的时候 都要一直比上跟比下 那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在试音的时候 就发现试得有点久 好啦 我们来现在聊一下他们的 生命经验跟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我 或听我唱歌的呢 谢谢吗 好 我其实当初是 就是看YouTube的时候 等一下我先确认一下 这个 什么 这一题为什么要看手稿 没有没有 我不是有笔记 我以方万一 好你说你说 还会忘记 对 怕忘记 就是我是在 就是看YouTube时候 就是被YouTube演算法 就是推播100个太阳月亮 真的假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几年前的事 我查一下100个太阳月亮呢 是2012年的歌 对啊 但是我是说你是那个2012年的时候 听到的那个推播 应该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印象中是 就是 那个时期 差不多对 可是推出没有 应该是没有太久 OK 对 那那时候就觉得 好像可以去看看 那个时候是算 在心里就种下一个印象 就是 不是阴影 种下一个阴影 种下一个印象 然后呢 对 就是觉得说 这首歌很好听啊 然后那个MV拍的也 就是蛮有意义的 很童趣 很好看 很励志 算怎么讲 郑友杰导演 虽然是不听这一集 但是还是要好好讲话 很温馨 对啊 就是 就是有一个笔收鱼的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后来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表演的 其实 哦对 这个我忘记了 第一场表演你忘记了 第一场 第一场我记得 校园的 蛤 你可以进校园 还是你那时候在学校 不是那时候校园好像没有特别 有些没有不会管制啊 哦 所以是可以进去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遇到 Terry的话是在2018 好像是一场电影吧 那时候有一场电影的那个 那乐宜讲话要对麦克风 就是我记得第一次遇到Terry 应该是2018年 有一场电影的那个活动 可以一起看 啊 有需要特资吗 哦 不是不是 是那个 好像是 好像是那个 你的那个 乃哥 我觉得我有一个外国片吧 对 外国片好像 然后就是 就是有 抽奖的话 可以跟你一起看电影 是有一个那个 好像记得 好像记得 那是那次活动我第一次遇到他 应该是 对 那我应该跟着一下 我第一次去活动应该是那个 哦 第一次想来看免费电影 而认识我 呃 其实因为我抽奖 恭喜你抽中了 对 然后呢 但是不对啊 那时候只是因为抽奖啊 所以为什么还会有想要来听歌的这个动力 其实应该是会有想要听 但是我以前就呃 是不会跑演唱会 嗯嗯 然后 所以我觉得看电影那一次应该是一个契机吧 嗯 呃 就是呃 想说可以看到艺人本人这样子 什么 你不是觉得在台北很容易看到艺人本人吗 哦 对 但是那个 感觉是不一样 差很多吧 哦 我记得只有什么逛街的时候 什么朋友就跟我说 诶那个是张绍涵这样 是是是 然后哦 就这样 那肉眼了 嗯 我的话其实还蛮神奇的 我是2017年 因缘际会在PTT 看到有一片秋粉的贴文 他在分享推广 他发在哪里啊 他发在PTT 对啊 哪一个版啊 呃 不想说 对 然后他就分享推广他喜欢的歌手 是 然后因此就认识你的 然后我就网路搜寻 看了一些MV 还有一些专访文章 觉得很欣赏 然后推的歌 他是推的一首歌 但是他是 他贴的是真实事件的MV 然后我还 这么后面了 真实事件已经是单飞了耶 对啊 我是2017年 看到那个贴文的时候 所以是那时候认识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一些专访的文章 像女人迷的文章 我觉得 好感动 女人迷的文章也是 那个时期的 对 对 然后我就去买票 听了那个八月Legacy 都市女生台北场 哦 然后第一次听现场 然后就被全粉 就发现说 哇 这个人真的是 现场超有魅力的 真的很开心 整个人设跟他私底下 完全不一样 那时候我怎么会知道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听音乐了 对一直到现在 是 你开始听我音乐之前 你有听过别的艺人的演唱会吗 呃演唱会吗 小时候是那个许如云的歌迷 所以也是蛮疯狂追星的 欸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听演唱会的那个氛围 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个状态 嗯 我觉得你 我觉得以前可能是比较安安静静听 可是我觉得你的现场 因为你的那个互动 还是属性不一样 对 因为以前 我们那时候喜欢的歌手 他们好像就是会有一个规范 比如说会 比如说歌友会 或者是听歌会 有 会有一个规矩 对不对 可是现在的音乐 或是现在看 看团的 看演唱会的 那个规矩 基本上都被打破了 我觉得跟歌迷的属性也有关系 有些比较近 有些可能会比较冲撞 那我的是属于比较 安静的 都有欸 我觉得要看 还是要看人呢 对 那Alex呢 嗯 我是一开始去看那个 《52赫之我爱你》 真的假的 对 然后 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个 什么卡OK场 就是有影轮场 K歌场 K歌场 然后我每一场都有去 你那么疯那个电影 因为我觉得 导演最近那个BIG 我还没看 哈哈 没关系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了 可能是明年下半年 所以你应该看过了 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觉得 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电影啊 等一下对着麦克风讲话 各位同学 我没有 就是 第一个就是 我算是喜欢 第二个就是 因为那个K歌场 我觉得还可以看到艺人 然后那个票价 CB是很高 然后很有趣 然后大家一起唱 就是 所以就觉得 很好玩 对 那时候 我记得我每一场都 我就是都买 然后我去 然后 我就觉得你还蛮有趣 会蛮长跑这样子 对 看起来很像小蜜蜂 对 然后 也有趣 你就是 看完电影之后 你在外面就是 签名啊 邪魔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 你跟歌迷之间蛮特别的 就是拥抱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蛮特别 然后接下来你就是发了第一张专辑 心智所向 天哪 我都不知道你们是这么久的 就应该说这么新的 这么新的听众 然后 因为 52日之后我想说 那去听听看你的演唱会 因为 我其实以前是没有看演唱会 对 完全没有 有啊 五月天算吗 算啊 五月天那个是一个大型的 一个很夸张的现场 以前很难抢 我记得只抢过一次 然后只去过一次而已 这样子 对 那你那时候第一次听演唱会是哪一场 心智所向 你是说是三个编制的 在Clabhouse的 在那个什么 有大帐篷吗 三床吗 对对三床 有大帐篷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 你那次没有听完直接退粉哦 那次我唱很差诶 紧张得要死 但是 但是那一次我才刚认识你 你的歌那天唱我完全就是不熟 哈哈哈哈 但完全想说没听过 就能唱那一回东西 对然后我回去之后 才开始看你就是之前的那个唱歌 然后我就觉得 你演唱会的气氛蛮有趣 然后话有小巡回 然后我就开始跟 在跟 对就跟 天哪 所以其实最早听的是 Terry 因为你从棉花好像开始了不是 是吗 对啊 但是 就没有特别听啦 但是你第一场 是因为那个电影 电影之后就是我自己单飞了耶 嗯 对啊 所以你也没跟到棉花糖的 没有其实没有 就是 对我 你们三个组成来到这集 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鼓舞欸 我听到我们今天都不是在聊共产师 哈哈 然后继续说 哦没有 就是只是 一开始是对这首歌很有印象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呃 在听的歌一面 就是也可能会包括这一首 懂 然后 呃 后来就某一天就看到那个新闻报棉花糖那个 休团的消息 是 就很震惊这样子 哦 可是那是你后没有在听 呃 对啦 但是 还是会有一种 觉得哎呀 就是觉得自己蛮喜欢歌的团体 欸 就 没了 嗯 会觉得 就是蛮可惜的 诶 那你们三个知道后来棉花糖 副团了 然后有第四张专辑 你们是不是觉得超开心的 呃 就是有跟上那个时代 我没有因为我不是我不是在棉花糖的时候那个的 所以其实 你没有感觉吗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就是后来来听我音乐的人都会说 哦 他现在这样子的单飞的身份是我经过的 可是他过去的在 比如说我二十几岁的时候的成就是最好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经历的 他们就一直很期待那个棉花糖的那个氛围感再次出现 所以当副团的时候他们超兴奋的 他们觉得他们就回答 你没有 没有因为我不是棉花糖那个时期的啊 你很神奇耶 不是之后就是你单飞的时候才入坑的 所以那个合体之后其实我感受没有到很深刻 可是你在听我自己作品的时候没有再回去听以前的歌 当然有啊 但没有因为这样子就觉得 哇 我想看棉花糖 我想看棉花糖 我没有耶 你是这样 今天这个团谁揪的 这个麻将团你揪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我自己跟 你要靠近麥克風你们这些小朋友 我跟Alex比较像是因为其实我是从棉花糖认识 所以那时候要副团的时候 算大家很高兴 我会觉得有机会 有机会 回忆啊 我没有回忆啊 我就有机会跳棉花糖 也是觉得难得 可是我也会觉得很不习惯 因为以前都是你一个人在演出 那现在突然多了一个人 没唱到人家对方又没唱歌 可是没有这种互动的模式 跟完全不一样 我自己其实也是很不习惯 诶 那我 哇 真的是我在跟你们闲聊 这要变成日常Podcast的要求 你看我比较好奇 可是如果看到一个人跟两个人表演的时候 你们觉得那个互动感 跟你们在台下看的时候 感受的是什么 你觉得落差是 有一种 哇 有人在打吹一钩很好笑 很好玩 还是 觉得啊 我比较喜欢他一个人表演 我后来其实有看一些棉花糖 就是片段 对对对 呃 其实我觉得后来表演 其实那个盛哲的角色 你是有找 像比康什么 就是被你吐槽的角色 你怎么一找到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你还是有 对 还是有找一个角色 咚咚咚咚咚咚 做差不多 类似的事情 太离奇了吧 那当然我可以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 就是刚才刚那个棉花糖 我觉得我也是 就是比较没有那方面的 感受力那么强 对对对 因为 但是我觉得听人家讲 我觉得你们应该 最让人怀念的时候 应该是在街头演唱的那一段 我也很喜欢在街头演唱 那真的是 放肆无忌惮 对啊 我觉得很好玩 可是好像后来 还蛮可惜 就是副团是没有 在街头表演的 对啊 反正那街头演唱证也过期了 马上去表演 马上被抓到警察局 就没有是第二次 警察局的经验 那既然大家听了这个 前十二分钟 就是大家怎么认识 我听我唱歌 对我来说 哇 很惊讶 不过回到你们的世界里面 请问一下资讯工程 这个到底 科技什么工程师 到底到底要做些什么 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 类别对不对 那你们要谁先说 我先讲一下资讯科技 到底是什么好了 资讯科技就是俗称的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每一个人都可以叫 IT是广泛的抓 你们这些所有的 对 因为像是软体啊 网路电脑跟运算相关的 其实都可以称为 资讯科技的领域 范围其实蛮广的 天哪 然后像各行各业 其实都会离不开 电脑跟网路嘛 所以其实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组织 他们都会成立自己的IT部门 那所以同样是资讯科技工程师 到底要讲慢一点哦 那你说 他带着公司所属的产业类别 可能会很不一样 例如说可能是金融业 也可以是制造业 然后这样解释 可能还是有点抽象 所以我们等一下三个人 干脆介绍 简身介绍自己的工作 是在做什么 就是大概都会自称 自己是IT 对不对 如果说你今天要 跟人家讲自己是谁 不会 那你要讲自己是谁 我都说是工程师就好 IT不就是工程师吗 听起来刚刚那个中文 工程师其实很多类 哦 那你们 你要怎么讲你自己 我们是SE系统工程师 这么细 我跟一般人听不懂 我其实也是都讲工程师 如果你们听到别人 听你们分享说 你好我是工程师的时候 你觉得别人的反应 会比较像是什么 单身贵族好有钱 这样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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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大哥还是想要组科的 对啊 不是吗 很容易想吧 就觉得很有钱 然后投资股票 然后超赚 然后单身 然后就是买了房子在组科 然后超贵的 我觉得一般可能会问 你是不是写程师 但我答应说 我其实不是 我不会写程师 然后另外一个反应是 女生当工程师很少 我大概听到的会是这两个反应 真的假的 我们其实在听歌圈 发现有很多工程师 我真的蛮理智的 而且 那我想要问 当初为什么会进工程师 这个职业 不是都不讲呗 等一下 你说你说X 因为 你读这个的吗 我是读资管的 资管就是这个的吗 我不太清楚了 对 类似就是对 然后 但其实一开始 我是前端工程师 我是写程师的 但是我一开始 其实 没有特别想写程师的 就是因为可能学校学的 就是我觉得好像 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 我觉得 业界 业界可能用不到之类的 我觉得有脱离啊 是哦 然后那时候 第一份工作 其实我是应征实习生 实习生是实习什么 我不知道 他类似就是 反正是类似助理之类的 OK 对 然后 他就看我是资管的 然后他就说 那你可以试着就是写程师 那我就开始 开始慢慢写到现在这样子 那要写着写着就爱上了吗 我觉得就 蛮能适应 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 写程师是一个很 孤单的工作吗 还是他其实是 集思广义的在写 大家全部的人 一起毛起来 写一个程师这样子 诶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离奇是不是 没有 比较 呃 因为他都是 工人就分下去 然后大家看是 自己自己就是做那一项 这样子 比较像是一个了 呃 我觉得 我知道我知道 是不是像如果要出一道菜 然后就有人负责洋葱 有人负责被玉米损 这个概念是这样子 对对对 这样子分工下去 然后全部都会有人同胞 然后做好一个这道菜这样子吗 如果以工程师的角度 这样子这样子 是 是要点头要讲话啊 对对对 应该一直点头 是不是 就是一个PM的角色 会做这种事情 老师PM是什么 呃 Project Manager 主案管理吧 哦 主案管理 啊 统筹类的 对 哦 蛮有趣的耶 那你呢 呃 我 我跟AS其实算相反 就是我 我小时候对电脑 就是很有兴趣啦 你都在小时候是 小时候是 国小国中之类吧 你就喜欢了 呃 呃 对啊 就觉得电脑就是很有趣的 就对这种电子产品 OK 然后我觉得算比较真的接触资讯相关 是我的国中同学 嗯 因为他蛮厉害的 嗯 然后呢 他就 他很早就开始学写程式 然后他就国三 应该说我们升学 就是已经确定有高中练 然后暑假就是 他就说 哎 你可以去读那个 写网页的书啊这样 天啊 好厉害哦 他就推荐我 然后我就去看这样 等下你们看那个书的时候是一看就懂了吗 呃 其实我已经忘记那书在讲什么了 哈哈哈哈 但是就是我对程式就是 是 有兴趣的 就是会有兴趣 对对对对 然后高中就加入写程式的社团这样子 什么高中有写程式的社团 士大副总 他 哇 这是高材生 哎 今天是 今天这是高材生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是施力科大 哈哈哈哈 我们两个比较像 所以那时候就是加入了这个社团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每一个就高手 云集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比我厉害这样 蛤 那就开始毛起来写 呃 其实也 还好耶 就是 我就是 就 尽力学吧 然后 但是还 就 总之就是 都一直还保持有兴趣啊 嗯 所以到大学 反正就 念书都是念 资讯 所以到现在一直都在做资讯的工作的时候 你还是保持热情吗 呃 我觉得 对 还是会有热情 就是 我觉得是在于就是你 写出一个程式 然后大家可以很顺利的 跑起来 然后到你要的结果的时候 很有成就感 对 这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 满足感 对对对 因为这是你努力 然后你看到成果的东西 好猛哦 那肉依怎么进这一行 我本身不是资工或者是资管 是 不是所谓本科系出身的 然后我之前读的是地理 那原本是因为想要当地理老师 可是我在修教育学生的过程去高中试教 我就发现天哪 我还真的不是当老师的料 你有去高中试教 有 然后超级挫折的 天哪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这样的人去试教这个过程 就会很挫折 我觉得 可是我觉得当老师要有天分 就是我觉得在台上有点像是表演 你要一直讲 你们现在三个在我对面也像是表演吗 就是用声音表演 好 继续说 所以我就果断放弃了 然后后来研究所毕业 其实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 还蛮茫然跟挫折的 然后后来是想说 可能还是有个专业会比较好 所以刚好有发现 政府有补助的就业职讯管道 是 然后我就做了一些评估之后 选的是网工班 网路工程师就业养成班 请问他那时候还有什么样的选择 应该有一些什么食品料理之类的 就是写程式 有美妆美法的吧 有 然后还有水电也有啊 然后你怎么评估的 你怎么做评估 其实我从小也是蛮喜欢电脑 是因为我自己也会就是 后来也是有主电脑 然后修电脑 我自己以前就玩Linux What's that 就是另外除了Mac MacOS跟Windows电脑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作业系统 是开放式平台的 反正就是我以前也会玩一些东西 然后发现我对电脑 也蛮有兴趣的 研究时候电脑也都是我在修 什么 研究室电脑这样 好疯哦 所以后来想说 然后想想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擅长写程式 我跟另外两位不一样 所以我就选了网工班 就当网路工程师 然后我们就上了半年 全时的课程 就是像大学 像学生一样是一到五 整天的那种 可是为什么你那时候 不要直接就去读 跟这个相关 因为你重新还要上 大学课新的要太久了 然后资讯只要半年 然后他还会有就业的媒合 哦 很方便 对 所以截讯之后 截讯之后就很幸运 透过老师的介绍 就到了送班的地方 现在的公司这样子 然后你们没有 我先确认一下 你们三个都还没有换过公司 有换过 有换过 我七年了 到现在还没有换过 我换过 那因为都在做 同样的产业这件事情 刚刚除了Terry说 他到现在还是很喜欢 你们两位还是很喜欢 这个工作吗 我是觉得蛮适合我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喜欢 面对人群 就是面对客户 我比较 对 不喜欢面对客户 你是觉得他们很讨厌 还是 跟他们沟头点蜜 我不善 应对 跟他们应对 会忍不住想打他 像遇到我 不知道有什么反应 所以我比较喜欢 自己就是在电影前面 OK 对对对 那你呢 那我自己蛮喜欢这个工作 是因为我觉得 在资讯服务 其实我是属于资讯服务 也就是我们会有客户 像我们会服务的 我们工作内容是帮客户 建置跟维护一些 网路资单的设备 像是防火墙这些 然后所以就是我的工作 其实就是 就是常常帮客户解决问题 是 对然后我们就会 其实常常会到处 跑来跑去 就不会只待在办公室 所以是比较活动性的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 那算是业务的意思吗 也不像 因为业务是要去找生意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本来就是 已经有签约合作了 所以我是固定要去维护设备 或是他今天有什么问题 我就把他解决 我懂我懂我懂 对我没有业绩的压力 那这么出来我想问一下 所有工程师 是不是都很有钱 应该没有 我觉得没有 你觉得没有 不一定要看的 可是工程师也不是 我就要看产业别 什么 像金融业的年中可能就很多 可是像我们可能就是 固定14个月或什么之类的 产业比很长 其实也不是金字塔最上面的那一群 不是吗 对绝对不是 那我们从 因为你的主管一定比你 但不能这样讲主管 那总统也很有趣 不是啊 那可是很多人听到 那些组客工程师 不是听说超级有钱 但我们都不是组客工程师 对啊就是有 应该说有一部分工程师是会在 可能是 比如说 至少前10%到前1% 对对对的人里面 对 只是大家会比不晚啊 那他大概一个平均的薪水 可以方便问吗 我是说就是正常工程师的一个range 我以ESI来说 他一开始起薪比较低 有些人说透过跳舞不同换工作 或者是你单一比较久 就是你颜值才会加 所以一开始起薪其实真的很低 低到其实找不到人 你是说他会低到2万多块 像一般人 对就是可能就是2万8 3万出头 所以不太找得到人 可是你如果愿意一先进来蹲学习 然后你后来换工作 或者是你再加就是加薪 或者是就跳个直接的话 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至少我以ESI是这样 我不知道其他 两位 我们公司比较就是 是依照学义 比如说研究所进来 我们就固定可能是4万多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 他会有一个紧绷的费用吧 比如说升到30万就不能升 月薪30 是会有紧绷 就是你这个直接会到一个底 底啊 对啊 对对会到一个底 但是你就会这样往上升 不往上升可能会就会被review 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 还没办法往上升这样子 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上面的人没走 因为这个空缺就是已经有人在那 你也没有把他在往上升了呀 也是啊对啊 就是看各部门 我们就是各部门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 有一个同事 他是IT的 他那时候是说 按照年资去晋升 后来轮到他的时候 那一年规则又改了 他又没有升到 好衰哦 然后他就很不开心 然后 打主管 他又没有要离职的 后来转到我们部门 这样子 对 哇那你 我是自己 我自己算经验是 就是转职 然后薪水有 对对对 算有明显增长蛮多 然后 我有看一些就是 工程师的分享 在YouTube上也有蛮多 就是工程师靠转职 的确是一个 提升薪水的方法 他的转职是 在同一个领域里头啊 还是就像你们说的 直接是跳到下一个 工程师的类别的 然后薪水就会比较高 通常是在同一个领域 就是说 你工作一段时间 你的能力会慢慢提升 然后你就会 适合想去找 更好的工作 更大的公司 原来如此 对他要聘你 他就一定出一个 可以帮你挖走的钱 对对对 所以你的薪水就会成长 那工程师 通常一个 一天 大概要做多久的事 小时数 还是他是责任制 你们都是责任制吗 对 你们都是责任制 他做完怎么办 我现在是责任制 可是刚开始我们公司 他不是责任制 就是时间到了 然后就是你加班的话 是有加班费的 那等一下 请问一下 责任制比较好 还是不是责任制比较好 没得选吧 这是没得选的 我其实觉得责任制好一点 因为责任制是 你上下班 其实他没有定性规定 就是说急点要打卡 那我可以不要上班 再加线上作业吗 因为前一阵子不是就是疫情的关系 就是线上 很多人就回不去了 我觉得这看公司 但是以我们公司比较传统 他希望你看到你的脸 对然后其实那一次疫情之间 我们也一直试过一次 就是远端在家工作 然后就那一次之后 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就没有再去学了 那你们其他两个呢 我现在工作也是 就是每天要上班打卡的 那你们也没有就是回到线上 就是去线上了 就在 我们很多会议还是线上开 因为我们公司有分部 就是不同地区 然后我前一份工作 是有做过全远端的 你们有觉得线上会比较舒服 还是你们喜欢面对面这样子 就是每天都要上班打卡 你们自己 我觉得有好有坏 他说算两个都经历过 我的话也是要上班打卡 你喜欢哦 可是不是 因为像我们是客户服务啊 你一定要去客户端啊 去线上会议 或者是他帮他找一个问题 只能远端看其实不方便 就去到现场会比较好做事 那时候疫情你怎么去现场 客户都说不要来 我们先 你是不是心里面很开心 你觉得太好太好 没有啊 我不用去 有时候他们说还蛮不习惯 就是在 改成在家里工作这样子 那工程师是不是都会破解 一般常人不会用的软体 或者是窃取他们资料 我超好奇的 因为像我之前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会有很多的线上课程 线上课程呢 他们就会给你一些音档 然后是YouTube档案 然后给了之后呢 它上面就写无法下载 然后你会说 哦 我有说上课的时候 我就是没有办法重新看 因为它就是会有个笑情 就再也不能看到那个档案 就说奇怪 我要怎么样想尽办法可以下载那个档案 就发现自己是没有能力的 那你们是不是很容易轻而易举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解破 嗯 不行 你不是真假 我说其实不会啊 因为破解软体设计逆向工程 这是一个技术还蛮高的 哦 是啊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 然后就像我们三个集都不会 然后这就有点像是 不是所有工程师都会是駭客啊 我们也不是 也不会是 也不是駭客 很有趣哦 那这样子 我也看 我也听过有人是说 我可以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现在在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都用电脑 然后我可以从我这一端 看到现在对面的人的电脑里面的资料 有可能 这也是高端的哦 这个是主要 还是这个是平常大家在星巴克 就会开始做的事 这是电影 喜欢 喜欢 好啦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还是要透过不同的学习 才会往那个方向更专精 对 没错 那但是大家都会组装电脑吧 因为我以前看到我哥哥 就很爱在那边组装电脑 然后弄来弄去 我都不知道他在弄什么 然后这一天就过了 会啊 我记得我家里第一台电脑 也是我自己组的 然后电脑不是会有很多 很多不一样的 比如说什么 零件 零件 什么 电源 RAM GGB 然后要用什么样子的那个 你是不是觉得 那个价位什么 要组装一个好的电脑 是不是就要花费很多的心理跟金钱 跟组车是差不多的吧 有 我以前也是有帮研究室 组装电脑 或是采购的时候 是去看规格这样子 对 那时候就蛮有研究的 那觉得很好玩吗 组装电脑这件事情 有点像 就是像男生在组装 车子 对 乐高啊什么 模型啊 原来是这样 有点像 那还蛮有趣的耶 那 肉依我想要问一下 因为你是今天在场的 唯一的女生 在工程社职场上 是不是男女比例很悬殊 一定的吧 这个依照概念的想象 不要找你的房缸 仔细回答 我先说 如果是 就是如果你资讯科技业 如果有加上业务啊 秘书 产品经理 专案经理这些人的话 其实整个职场整体 男女的比例 应该没有到很悬殊 是哦 但是如果你单就工程师来说 女生就真的很少 在我们部门 大概三十几个 快三十个人 女生的工程师只有四位 你们现在这样子就是 班上 不是班上 直接是上班了 这样子就四位 对 那你觉得好处跟坏中 我觉得就是 都是男生的环境 有个好处 都会请你吃珍珠奶茶 不是 是你可以看到 群男生们讲干话 很有趣 他们会开一些 社群玩笑吧 有女生在是比较不会 可是他们说 我觉得男生讲话的方式 不太一样 就是他们 你知道打屁的方式 我觉得还蛮好玩 那你是很enjoy that 我觉得就跟女生 沟通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觉得很好玩 有没有想象 女生沟通的方式是什么 我觉得聊天的方式不一样 就你不是说 因为乐手老师嘛 他们就是在 他们都在讲干话 但是他们都会加一些 社群的东西在里面 工作上不是 偶尔会但不太会那么 我都觉得听得很吃力 然后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 就连解释都不想解释 那男生有没有 会特别欣赏 就是当工程师的女生 就觉得 这个跟我有兴趣相投 我要跟他谈恋爱之类的 没有 我觉得男女 比例是蛮悬熟的 就是以工程师来说 我知道啊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说 哇那这样 好不容易 这边有一朵花 我要追他 还是其实 工程师的女生 很不好惹 不知道 因为 因为我部门就是 没有女生 没有女生 哼哼 对对对 然后是另外一个 专案的部门 就是有两个女生 哦 对对对对 我比较少接触到 不是啊 现在就是在问一个假设啊 就是要有 接触才会啊 哦接触再看看 对 对对 所以他就是 跟你一样喜欢工程 写程式 然后就平常喜欢 看一些写情电影 你就想说算了 那你呢 我 自己还是很难回答 为什么 欸你们很严肃 等一下工程师是不是很严肃的 的人才有办法做的 因为他会很孤单 或者他要一个人独立完成事情 没有我觉得很多类型 哦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对 还是不太一样 那大部分工程师 是不是都喜欢孤独一个人 享受那一个独处 没有 也没有 有那种超级依赖的工程师吗 回家然后就直接 黏在老婆旁边那种 也有 我不知道他 就是下班之后的生活 欸 等一下工程师都不交朋友的哦 有啦 当然会有 看着人看着人 也是看人 大家都看个性 那我来问一下 演唱会不是会有很多的抢票吗 想问一下那个抢票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黄牛就是特别容易买到一堆票 其他人正常人都买不到票 什么意思 是有抢票程式吗 有啊 有有 所以我其实是可以透过 找一个人去写抢票的程式 买到一堆的演唱会的票 比如说五月之后 他不一定买得到 因为我同事最近 有在找那个抢票程式 可是他试用之后 他觉得就是还是不行 对 但是他也有成功过 就是 但他不是会写程式的人 就可以去写出这样的程式 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破解掉 他就会变亿万富翁 他有验证啊 验证嘛 验证嘛 或是问题之类的 他顶多只能帮你到 那个画面 然后你在那个 就是 这可能就是 自动操作到那个画面 然后你还要填 如果是变成 比较独特的问题的话 就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就是要出现 很多的购物验证嘛 类似就对 就是他 知道 就是 没有一个标准的 那个下一步这样子 懂了 可以写抢票程式的人 是不是就可以窃取他人的提款卡密码 这应该 应该是不同的 原来是这样子哦 好吧 那现在大家不是都是把很多东西都存在那个云端吗 我想 我很好奇 就是关于云端这个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安全吗 诶 怎么安静的 各位朋友们 那我先分享好了 好 来说说 我 我个人觉得现在云端基本上算是蛮安全的 认真 对 他不会有突然间一个资料不见 哦 我好像也还没遇过 那原理上面是 基本上他 在云端上面 他会把你的档案存成好几份 好几份 对 所以 就是假设你某个档案换 就像硬碟挂掉了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颗硬碟还好的会帮你补回来 所以只要我付钱付到硬的量 然后他就可以把我的资料全部好好的保存在那边 就基本上云端的厂商他应该要有这样的功能 天啊 那他们不会被 那叫什么 什么软体 中毒 对 那他们也是 就是这个洛杉磯现在自然的问题 对啊 就现在大家的服务都蛮 其实都蛮成熟的啦 然后就一般人的角度来讲 其实一般人是不太容易被骇客攻击 因为我们不是 对在骇客的眼中我们不是特别有价值的对象 所以骇客还是会专找一些somebody在去害他的 他不是随随便便就是去偷大家的资安 然后做一个什么大数据 因为我听到也有当IT的朋友就是说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收集大家的大数据 然后做一些消费习惯的调查 对 但是这个比较像就是市场上面就是比如说公司想要卖产品 他会去分析客户的数据对 但是骇客是他的目的是比如说要破解 要从一些漏洞去得到你一些机密咨询 尤其是各自方面 但是企业在做这种广告推销或什么 他其实只是要知道你的比如说你的消费行为 你的流览行为 或是你的取向这样子 所以云端这件事情是我资料越多我就随随便便丢上去就很安全了吗 对吗 不过我觉得还是要小心就是 应该说大家还是有安全意识啦 什么意思 就是云端公司假设今天譬如说忽然他某一个地方断水断电 是真的有可能你的档案会掉啦 假设某一个资料中心的资料刚好在那个地方 那他会赔偿吗 他还来不及备份之类的 那这样他会赔偿给消费者吗 如果我有买他的那个云端的话 喔 理论上他应该是要付这个资料 对吧 对吧 应该是要有 那资料那么重要都在上面就决决了 因为你付钱给他了 那我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开了一个私人的YouTube 然后我把一些资料 上传上去的影片什么的 那他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不见 我觉得几率不太高 喔 因为像他跟Terry说的就是因为他们其实 我觉得云端有个特点就是 我们过去的就是主机就是单一台设备 可是云端的话它是透过网路连接 所以你可以 它的资料其实同时备份在很多不同的地区 对 然后尤其是他们现在就是 因为他们会做分散式的储存 然后以防就是这个资料 如果是会有 或这个site如果是有遇到什么样的 资案的问题的话 其他地方资料还在 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是安全的 但是个人其实我觉得 也许骇客的目标不会是你 可是你还是有可能中热索病毒 或者是你电脑还是会有可能会中毒 那或者甚至像我们很多人可能有遇到账号被盗 你可能Google的或者是脸书的账号被盗 所以这些其实还是一般人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连到 不喜欢连到钓鱼网站 就是还是有可能发生到这种事情 听到中毒这件事情 有人跟我讲说买Mac就比较不会中毒 对不对 各位工程师 应该算是迷思吧 什么来来来 Zoey说是迷思其他两位 因为我之前这次说Windows 我最近才换Mac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个迷思 就是Mac也是会中毒才对 那会不会基地比较低 会 所以低很多 低很多吗 就是for那种就是3C白师跟虎手 就是应该买Mac它就可以 比较易劳永逸的概念这样子吗 有人说早期Mac比较少中毒 是因为用Mac的人相对比较少 用Windows的用户多 对啊 所以它就是锁定Windows的用户 它就是赚的会比较多 那现在像Mac用iPhone的人多 也许反而变成主要的目标也不一定 我哭哭 那我要来到下一题了 刚刚不是有讲到就是 关于网络资安 可不可以窃取他人资料这件事情 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 好 有没有想 来来来 要先讲 我先讲 我刚刚就想说你刚刚说就是 网络资源有没有办法接取别人的资料 刚刚说其实 我觉得我这边整理一下 可能有几个常见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不小心 装到恶意软体 我怎么知道它是不是恶意 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它又不会说我是恶意 对所以说 其实对这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其实像 我会一般建议会在Apple 或者是Google的官方软体 官方商店里面去安装软体 会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那或者是说如果它没有在上面上架 那你要去那个软体公司自己的网站下载 就是不要从一些论坛 网络论坛啊 或是其他网友分享的 什么 我之前那个Badcast资料不见 我就是这样子Google 然后就去按 随便一个可以下载 很危险 那有救回来吗 没有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档案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那个 那个档案就不见 在那个 找不到 在那个SDR里面是完全找不到的 嗯 就消失耶 完全消失 不知道为什么 嗯 等一下我们试着后续的 看能不能帮你救 没有 是真的有人已经帮我 把从而到尾所有的档案都交出来 就是没有那个档案 比较像七月会发生的事情那种 因为我之前也是有一个就是 档案扣笔到一半 然后突然间就 整个就错误之后 那档案全部不见 蛤 怎么那么酷 它是跳电的概念吗 不是 就是它复制到一半就 只复制完一个档案 其他档案都没有复制完 然后就直接错误 错误之后 我在插那个卡 那卡里面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资料 没有资料 对对对 然后我也是网上搜寻 所以你是救回来的是不是 我最后救回来 但是我花了好几天 因为他扫那个就是要很久 对啊 我朋友也扫了好几天 对对对 他就是说扫完之后 然后去看了那个 就是没有那个档案 好神秘 我已经打算要去跟那个 上一集那一集的 Podcast的那一个来宾 跪下 所以还有 要不怎么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 然后刚刚第二种提到 是钓鱼 网路钓鱼嘛 不要乱下载 不是会有人会做了 看起来极可乱真的网站 但是是假的 就可能像 什么 这太难了 脸书的登入页或什么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假的网站 那如果连到的是那个钓鱼网站 你去输入你的账号密码 那等于是被他偷走了你的账号 我这时候就是要跟警察局报案 对不对 嗯 可管他换账号密码会比较 比较保险 没有 还有 我好像说就是 像Google跟脸书 现在都有那种 两步骤验证 或者叫做双重验证 很多啊 对 这样会比较保险 所以这样子才不会你账号密码掉了 就是会递一下 马上就被人家偷走 那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关于要怎么样在这个网络世代 资安的方式保护自己 不要上网 把手机关掉 电脑丢掉 砸掉 我觉得有 丢掉锁表 这就会有意识 然后有保持良好的习惯 很重要 什么良好的习惯 我先确认 就对说你可能会定期的 要更新你的 电脑或手机的系统啊 还有应用程式 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大的漏洞 可是老师我有问题 因为有时候人家不是说 在那个update的时候 你不要先跟风 马上就去下载更新 因为有时候 有可能那个软体 它是会有 对对对对 是吗各位 是是是 对啊 因为我同事 之前就先更新的那个 MacOS 更新完之后 他说LINE不能截图 然后对他 对他而言 就是他工作很需要 用LINE的截图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他敢用WeChat先截图 然后再贴到LINE上面 好麻烦耶 然后就是 所以就是 不要麻烦 我知道两难 对啊 如果你比较 搞手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 他更新会写下 大概更新的什么内容 对 但如果是现在有可能 发布一个紧急的 重大的 系统漏洞 是 这种时候 他就会建议赶快更新 因为这种 通常有重大的漏洞 骇客也知道 他会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差 然后去 可是刚刚你们明明就讲说 骇客才不会理我们 这种平凡人 对吧 激少成多 我觉得不一定 哦 好吧 那要补充的吗 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算不一定可以学啦 我都先观察一下 就是我不会急着更新 我先看看网络上有没有在情 还是说网络上不推荐 对对对 就跟要不要买新机笔一样 就是有一些人总是会先试试看 就谢谢那些先锋者 诶 讲到电脑 讲到网络 还有前一阵子 非常非常流行 那个Chap GPT 你们自己有在使用Chap GPT吗 听说那个超厉害 许多小编都要用那个 还有Chap GPT 如何教你上手 然后就可以赚钱什么的 来你们有人要分享一下的吗 呃 有啊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你自己就在用Chap GPT在做事吗 对啊 哦 而且我同事现在 那个 如果有比较 呃 之前的同事问他问题 他就说 你去问Chap GPT 可是他是真的准吗 就是他的资料 他不准 他 可是他给你 给你一个方向 因为就是 他也许给你的东西 就是 你自信可能会有问题 但是 可以慢慢的问他 问到就是 就是比较可以 可以run的结果 天哪 那他真的 你认为你使用到现在 你觉得他的好处多 还是坏处多 好处多 真的假的 因为以前 如果Google的话 我可能先 要做很久功课 呃 搜寻个关键字 他不是列出很多网页 我可能要每个网页都打开来 然后 找 找看看 有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不是自己 自己想要的东西 但是 Chap GPT就直接问他 就给你一个 结果吧 然后再从那个结果 再看看是不是对 那有没有人要反驳 自己是没有在使用的 有 肉依是没在使用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常鲜的人 所以我真的还没有用过 你是保守的那个人 那你是有更新 你有更新 update你的电脑东西的人 我其实也是会稍微观察 可是我觉得这样 你就看有没有在一起 你那个人 可是我觉得好的习惯很重要 所以我说你先不要乱下载软体 跟不要乱点网址 这个是最基本的 等一下乱点网址又是什么意思 就刚刚说 例如说可能会有些email 或者是简讯 会说 你是不是什么罚单啊 或者是什么 罚单得点吧 我刚快看 有假的 那时候假的 对 我最近有收过一个什么 你有多少点数还没兑换 你要点这个网址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 因为我根本没有 根本没有累积那个点数 简讯的网址就不要点就对了 简讯或email的网址 它附给你的网址 通常就是尽量不要点 就算是happy go 那你直接到它的官网 然后 你们很聪明耶 我跟你讲 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件事情 台湾大哥大给我一个网址 所以我有两万点 然后我就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呢 我就 我有两万点 可以换空气清净器 然后又可以换 什么吸尘器 又可以换 我就去看起来很兴奋 但是那个网页有点问题 它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那个网页就是 整个正方形下来之后 它可以换的东西 是在左上 然后中间的右 右边中间 然后再左下 中间会有空格 是空白的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要去点 如果它说这是空气清净器 可以用两万点换的话 我就会想要点进去啊 合理吧 合理吧 正常会这么做 我就点进去 它怎么没有资料 我想好奇怪哦 然后我就一直点 就点不进去 然后好吧 那我去查一下这台机器好了 然后我就额外再跳出网页 去查这个机器之后 发现 这真的很好用耶 好啊 那我决定要换它 然后我就决定 我要换它之后呢 我就点进去 它说按加一 加一之后就代表你要换一台 因为你只有一个 两万点的点数 换了之后 它就要叫你刷 那个信用卡 信用卡 我就刷进去了 我就刷了哦 我就这样填填填填填填完 然后什么的 它也要验证码了 然后我就 好吧 那我也给验证码了 然后也传进去之后 它就出现了什么 你知道吗 它就出现 读了很久 它就出现说 读不到你的信用卡 再换一张吗 嘿 它就叫你再换一张 我就再换一张哦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就真的再换一张了 再换一张之后 它又出现了一件事 又过不了 它就叫你再换一张 然后那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读太对劲 对 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 我今天明明就刷过 那个 这张卡 虾皮了 那我就决定 我就去看 台湾大哥大的网站 而且那时候 我还怀疑点一下 我到底是不是台湾大哥大的 我还想说 我会不会是中华电视 但是我还是去 我还是先去台湾大哥大 就是打 台湾大哥大点数 然后后来就出现两个 关键字叫诈骗 就超好笑 反正后来我就知道说 自己好像就是 进入了这件事情 赶快马上去 挂石 对挂石 而且 因为很难打那个 信用卡的客服 所以我打了第一件之后 一直打不进去 中华 是中国信托的 打不进去 我想说算了就不要打 我先打国泰的 打完国泰之后 处理完之后 然后我室友起床了 因为很晚在刷这件事情 然后我室友就说 你在干嘛 干嘛半夜打客服 我说 没有啊 很好啊 然后我就说 发生什么事 逼着我讲 我就讲刚刚发生的事情 然后他就超生气 他说赶快去停掉 然后后来终于就是 打了一个小时 然后联络到了 中国 中国信托的客服之后 我来问他 我说 可是他说没有刷过 我可不可以不要换 他说不行 小姐你一定要换 你这样不换 很麻烦 然后他说 这样很不安全 所以我这个就换 没有 你要补充 你有被骗吗 诶 诶 那个整个麦克风坏掉 这个就是钓鱼网站 你刚刚整个例子 就是钓鱼网站的事例 诶 可是你知道我很幸运吧 我没有被得逞 对 还好 反应快 对 对吧 我反应快 你少被值得称赞 等一下Terry有什么 笑脸是什么意思 就是 嗯 这个故事蛮真实的 我们刚刚讲的都没有 你讲的举例来的真实感 你们都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过 或者是身边 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应该没有那么 那么好玩 有趣 对不对 很好笑吧 而且我后来 我有一天呢 就是在IG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听众 他就写一个讯息给我 超难过的 他就说他被诈骗 然后 他就讲了很长一段 然后讲完之后 他就觉得 他对不起所有世界上的人 就是很严重的那个事情这样子 他觉得对不起他妈妈 什么什么的 我想说 天哪 因为他没有告诉我 他的金额是多大 然后我就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我后来也 很难在那个小盒子里面 跟他讲 我刚刚讲述的内容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就觉得 他一定很难过 但你只要上网查一下 就是诈骗 那应该就会发现 有很多人都被诈骗 希望这个可以安慰到你 我就不知道 我能不能安慰到他 总而言之 就是大家要小心钓鱼网站 对不对 要有好 用好的习惯 既然这样子 还有警觉心 对啊 我就是在运气吧 警觉心是运气吧 你刚刚那个是补救 但是警觉心是 尽量不要让它发生 对我室友后来就跟我讲说 只要手机有任何的简讯 就跟Alex讲说 不要点的啊 对就是连接不要点 这样子 就是 人就没有办法性本善了耶 先保护自己 好啦今天非常的开心 就是可以邀请他们 就一起来聊聊 有没有大家要补充的啊 关于就是网络资安啊 或者是资讯工程啊 你们想要分享的 但是还没有时间分享的 有一题我觉得你刚刚不是问到 有一题我觉得有趣是 3C苦手要对他说什么 哦对对对 你们有遇过3C苦手吗 有吧 日常生活中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是吧 你们的兄弟姐妹 堂哥堂姐 爸爸妈妈 也不是每个都科技高手吧 来大家有没有遇过3C苦手的经验 爸妈算是吧 合理吧 那你们要怎么让他们听到会 直接帮他们做 我会跟你讲一个好东西 叫做使用手册 就是你可以好好 占加利用 正常人才不会看使用手册 对 对耶 你拿到东西 手册直接就直接丢掉 对啊 你绝对是先放到资源回收桶 对 那么厚重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你还是会需要把它找回来 认真 有这个必要性 没有像如果是那个 如果是假光相机 或录音比重 比较简单的3C 你可以拿到 然后就直接拿来自觉的拿来用 只使用 可是你看像单眼相机 你的Podcast的录音界面 这么多按钮 我都会教别人 我都会叫别人教我 对啦 那他应该也是先看过使用手册 因为他才会知道每一个功能是在干嘛 要怎么操作 很认真耶 难怪他们 我跟你讲 他们今天录音的时候 都给我 就是准备他们的稿子 我觉得真的是超 很像在超 那个超级要面试论文的感觉 来那 Herry有什么要分享的 你有遇到3C苦手过吗 我家人应该算吧 那你有对他们不耐烦吗 其实还是会有的 就 因为有时候会遇到就是 可能问 其实都差不多的问题 蛤 比如说什么 我要怎么截图 哦 可能类似的 哦 那你会直接帮他解 还是会教他 我 应该 会先教吧 OK 发现后来就教不会 呃 其实我自己对于用3C的东西 就有点像是 天才范围 不是不是不是 没有就是要 我觉得是自己 自己可以去玩玩看这样子 我也是 就是新东西也是这样子 摸索出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这样学会的 嗯 然后 对啊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就是觉得欸 你一直问好像伸手牌 就不太 我很喜欢伸手 我跟你讲很多的时候 那个不是我们不看 是真的使用手册看不懂 需要有人帮你翻译 就跟你在看合约是一样的道理 你租房子看合约 你就觉得欸 这个明明都是中文 这为什么看起来越来越像英文 那种概念是一样的 真的 很多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有时候自己是3C苦手的 那个原因不是因为自己 比如说懒惰或什么的 有时候我真的是拿我的东西 给我的工程师朋友看 他们就会说 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个问题 或者 什么电脑 为什么你就是会遇到 为什么我都不会遇到 比如说下载的时候 下载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说 为什么我都下载不了 他说我来按 欸 欸 为什么你电脑就下载不了 然后我就 对啊 就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很可怜 那是水逆法 没有 那跟水逆无关 我觉得你们真的有时候 要善待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漫非天使 你们以后可以对我们 有一些耐心吗 哦 我一定会两个人 看起来就是放弃 好啦 今天非常地谢谢 就是大家的收听 喜欢求知不得这一集的朋友们 请勇敢地按下订阅 以及上Apple Podcast 留言加上我可行星 如果可以的话 请负识收听连结 给你的身边所有的 工程师啊 资安啊 或者是什么不一样的工程师 或想要做工程师 或是未来想要 考工程师行业的朋友们 然后 就会让他们听到这一集就是 更了解工程师 这个职业多一些 或者是 让大家知道说 欸 原来不是一定要读 资讯工程 然后 也有人就是 跨行 然后换另外一个方式 过另外一个人生 总而言之呢 就分享给你的亲朋友 听听这一集 都是给我很大的支持 跟鼓励哦 然后同时也再次的谢谢 所有愿意赞助跟斗内 我的听友们 不论是多少的金额 对我来说 都是一股動力 还有能量 可以延续节目的生命 然后再次非常地谢谢 Zoey Terry 還有Alice 求之不得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